又到快递了 越来越少了都快完了 我在这拆吧 行 这是粘钩 又买了20个 之前买的用完了 就是这种透明粘钩 需要挂拿的时候 然后 我们的快递已经快到尾声了 接近尾声了 我买的书到了 因为现在有房车了 然后就可以买卖这种纸质的书了 以前看书全都拿手机 所以刚好顺便说一下 这两天老有网友问我带的那个护腕 是不是手伤着了 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手机稍微有点重 每天都要拿着它 然后要剪视频很久 所以这个手腕有点疼 之前看书也要用手机 现在可以看纸质的了 对 这一个是什么 哎呦 这华姐喜欢的终于到了 啥 又买了一套那个沙发垫 太好了 华姐看看这个怎么样 这个垫子摸摸感觉特别好 很丝滑 手感特别好 不错 还比较轻薄 好柔软 看 这边还是带这种 对 防滑颗粒的 嗯 它不容易跑了 对 这个挺好 我们这一种呢 华姐就觉得 有点这个 粗 有点硬 她想要个柔软一点的 这个到时候我们可以换着铺 对 要不要给你铺上直接感觉一下 好 我现在就铺 可以啊 嗯 这个效果不错 清爽 而且摸上觉得非常的柔软滑顺 嗯 这是乳胶的 对 所以像天特别热的时候 做这种会舒服点 嗯 比如说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 再铺那种棉麻的 对 这样就可以好了 可以 嗯 很清爽啊 嗯 颜色淡点还是清爽一些 对 喜欢 不错 我看看我喜欢的吧 哇 这么贴心吗 这给的什么 看一看 可以做笔记的吗 不是 这是曾国芬家书典藏本 嗯 可以可以 这个不错 这个是 这个是可以做笔记的 然后它每一页上面还有一些经典的一些语句 嗯 喜欢 这套配的好啊 嗯 边看就可以有起笔记的了 对 夏天有个好习惯就是 看说它会做笔记 我觉得挺好 谢谢表演啊 哈哈哈 继续坚持 好 放好 慢慢可以 百毒了 嗯 朋友们 我们原计划本身是今天要开灶的 对啊 冰箱里都已经满满了 嗯 但是今天呢 有朋友来投食了 哈哈 投食了一大堆好吃的啊 嗯 所以我们先要把这些好吃的先吃了 不然就浪费了 对 所以我们的开灶再往后移一天 哈哈哈 计划赶不上变化 反正只要有好吃的就行 是吧 哈哈哈 好饭不怕晚 嗯 这是那个张姐啊 对 她怕我们没有时间 前面叫我们出去啊 然后我们这两天也比较忙 她直接就给我们订了外卖 哈哈哈 一大堆啊 我们今天中午就吃这个了 嗯 黄米糕这是 对 哎呦 每个上面还备注一下 这样也方便我们认啊 嗯 这还挺好的 对 同乐团肉 哇塞塞塞塞 这个是想让咱们都尝一尝 对 张姐之前就请我们已经吃过饭了 对 哎呀 太感谢了 嗯 然后就想把她觉得好吃的都让我们尝一遍 嗯 这么多 米饭 嗯 同乐带鱼 嗯 华姐喜欢吃带鱼 对 羊肉菜卷 哇 这太丰盛了 黄米糕 嗯 然后呢 不仅仅是这些啊 今天上午还有大哥大姐来看我们啊 哎呀 又又费心了 对 她说看我们去农贸市场买东西啊 然后看我们喜欢吃苹果 给我买了一大袋苹果 这个是当地特别有特色的 就是叫兔驾肉是不是 兔牌 哦 兔牌 是不是啊 对 哦 叫兔牌 说是这边比较有特色的 嗯 然后我这还买了这个杏子 哦 这个杏子一看感觉很甜软软的了 嗯 然后这还有这个叫什么蛇 蛇饼 蛇饼 烧饼 像舌头一行 牛蛇烧饼 对 牛蛇烧饼 蛇饼 对 然后又给我买了这么多啊 这个今天可能吃不完 把这个先放下吧 对 我明天再吃 嗯 哎 感谢感谢啊 大家费心了 其实有的朋友其实过来聊一聊啊 就可以了 过来聊聊天就挺好的 千万不要再这样破费了啊 感谢大家 谢谢谢谢 非常的感谢 好 他们这一家的包装还是挺不错的 嗯 密封的很好啊 对 哦 土豆丝 花姐喜欢的 嗯 扔到刚刚这个袋子里 给 先猜好猜的 哇 带鱼 嗯 也是花姐的最爱 看带鱼不错 花姐喜欢吃带鱼 嗯 其实对我来说 只要有肉我都喜欢 只要是肉上 对 嗯 看下这个 好香啊 嗯 哇 哈哈哈哈 这家解肠了 嗯 这还要原羊肉卷菜啊 嗯 全是肉 今天给过瘾了 这两天就连着吃好吃的了 哈哈哈 羊肉卷菜 哎呦打开就会闻到好香哎 嗯 可以 这个 你看 黄糕 哦 这种的 哎 这个还是真没吃过啊 嗯 真没吃过 对 这个可以尝尝 这个看着感觉很轩润的样子 对 来了 这么好的饭 对啊 必须再来小酌两杯 这也差不多了 这一瓶 嗯 这瓶就快喝完了 来 谢谢 谢谢 看这 哇 好香 都不知道先吃哪个了 嗯 我先吃这个 哇 这个方方正正的五花肉 太香了 朋友 它都是好吃 嗯 好烂 好入味 尝尝 嗯 超级好吃 太香了 是不是 嗯 哇 这个太入味了 很香 一入嘴就坏了的感觉 嗯 哇 这个肉看得真好 嗯 嗯 嗯 这里面的肉太实在了 满满的肉 嗯 哇 真的是 给朋友们看一看 这个肉太实在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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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这个肉太实在了 哇 这个肉太香了 走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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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香 这种肉菜就是得要配点酒 让肉的味道也更香 今天的天气也比较舒服 阴天 所以待会我们吃完饭 我们找个地方配滑点去理个坝去 对 头发长了 该修了 开始乱炸 朋友们 我们打车来到了永华北大街 我们在网上找到一家就是口碑也不错的 理发店可以滑解剪个头发 但是这个理发基本上反正我们的经验就是靠运气 对 就是靠运气 有些时候就是评论评价都很好分很高的 但是剪出来满不满意还得另看 有一个这个叫什么胖小姐吧 人还蛮多的 看来要排队 你好 华姐今天把这个头发拉直了烫了一下啊 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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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烫的话 这头发又毛燥的不行 刚烫完有点 还行 今天四个小时礼发 坐得我腰都疼 看看整体还不错 感觉还可以 可能再洗一洗 对 后面还可以 好了 我们稍微散会儿 不再搭一个车 因为刚刚坐了四个小时 出来走一走 透透气 然后我们就回了 活动活动 好了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朋友帮忙点赞 关注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